觀眾朋友今天說兩個題目 下半場來談這一張照片 這個是臺灣的體育臺 一名女主播 在昨天到今天 他在臉書上控訴 一名臺灣非常有名的球評 對他性騷擾 這件事情是在一年前 那或許是這個對球評來講 這可能就是表達互動 比較樂弱的一個小動作 純屬誤會 但是對這一名女性主播來講 那個事件對他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當天他是崩潰大哭 那條紅線該怎麼畫 是有心之過還是無心之過 什麼叫做性騷擾 當職場發生這樣的一個行為事件之後 所有的公司該怎麼處理 他該啟動什麼樣的機制 又該如何用什麼標準去認定 下半場來談這個 今天呢也可能是臺灣所謂的MeToo事件呢 一再地重演的資訊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性騷擾到底要怎麼認定 如果是摸人家的肩膀 摟人家的腰 抓人家的手臂 碰人家的手 而對方感覺到非常非常不舒服 回到家之後是崩潰大哭 這不是性騷擾嗎 我們來看看 在節目上互動頻繁 張信體育主播過去在網路媒體任職 和知名理性籃球球評 曾經合作拍攝宣傳節目 29號凌晨 張信主播透過臉書粉絲團發文 公開控訴遭到這位球評 還有另一位無性攝影性騷擾 內文特別指出 球評加入腳本沒有的扶腰 抓手等動作 讓他不知如何拒絕 甚至感到噁心 下午被指控的理性球評 也透過臉書公開回應 李信球評說了抱歉 也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希望風波就此平息 球評實名警說 其實當時張信主播曾問他該怎麼辦 他建議勇敢面對 但主播沒這麼做 現在選擇說出來 還是需要很大的勇氣 張信主播在臉書貼文後引發關注 不到十五小時有超過一千次分享 而李信球評在臉書發文後 也是正反評論都有 證明球評被主播指控性騷擾 當事人都不受訪 話題持續在網路發酵 我們來歡迎下半壽 我們來歡迎下半場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這位張信主播 第一時間也跟他討論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是這位球評呢 建議他把這整件事情 好好的在公開的場合上來討論 我們歡迎球評市民警 大家好 再歡迎是處理這些性騷擾案件 非常有經驗的臺北市律師公會性別平等委員 同時他也是衛福部性騷擾調查的專業人員 劉佳儀 劉律師你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整件事情 然後我們可能花一點點時間把張主播 他在臉書上所說的這個全文 我們來看一次 他說其實他已經噤聲很久很久 今天才選擇把他說出來 他遭到性騷擾呢 一名是球評 我必須再說明一下 包括今天晚上的晚間新聞 今天的中午的中島新聞 以及有話好說 我們在今天針對這兩位 當事人我們都是用馬賽克 以及把遮去他的名字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的考量是 這件事情需要更多的討論 是不是就真的構成性騷擾 這恐怕還要再進一步 不管是司法乃至於行政調查 那所以在尊重雙方當事人 我們還是遮去他能夠足以辨識 儘管所有的媒體已經把他們的長相 姓名全部都揭露 但是公共電視還是在新聞上 有一定的一些堅持 我們來看看他說呢 一名是理性的球評 一名是無性的攝影 這名球評做了什麼動作呢 他呢 兩個人要拍一個 應該是宣傳片 那這名球評呢 加了沒有在腳本裡面的動作 什麼動作呢 球評扶著這名女主播的腰 抓著這名女主播的手臂 現場呢這名女主播不知道該怎麼拒絕 所以呢只求趕快拍完趕快拍完 他甚至呢再說呢 這個女主播必須飛鋪到場外外頭 這地墊的這個畫面 這個鏡頭要求的時候呢 說了說 欸我等一下要不要跟他在上面滾啊 因此女主播非常非常不舒服 很噁心的這種感覺 一直湧上心頭 他也跟這個製作人講說 如果效果不好 影片效果不好的話 可不可以不要播 那然後呢 這名女主播在辦公室崩潰大哭 他根本不想去看拍攝的畫面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於是呢 同事跟隔壁部門的主管 幫他去跟上面反應 主管的一些反應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這是行政該怎麼處理 看來這個處理也不是那麼恰當 然後呢 他跟他的長官說 如果今天是你的女朋友 碰到這個事情 你還會問他說 那如果你不舒服的畫面 剪掉之後 可不可以播 你會這樣回答他嗎 另外也跟製作人反應說 怎麼我的長官是這樣子反應呢 製作人說 你要理解長官有他的壓力 而且還問說 那你還能不能主持呢 張信主播說 為什麼我被騷擾 我還要犧牲我的主持 為什麼我要去理解 長官的壓力 那我的壓力誰來理解 而且這是宣傳的片子 到了正式第一集呢 他又被安排在這個組 那個球評旁邊 結果又被抓了他的手臂 所以才會有這相關的 這些那個紀錄了 另一名是攝影姓吳的 他說不只一次播 這名女性主播的頭髮 甚至還摸他的臉 然後呢 因為是工作搭檔 所以他不想影響工作氣氛 也不想造成麻煩 可是事件之後呢 還有一名實習生 結果這名無姓攝影呢 假借說實習結束 倒數兩天 所以在電梯裡面 搶摟著他 而且還有一些 令他很不舒服的一些動作 結果呢 這名公司把這個攝影開除了 答應說絕對不會再讓他 進來這個公司 可是這個攝影呢 後來還是用約聘的方式 繼續幫這間公司來拍攝 所以對受害者來講 情何以堪 一年多過去 這名女性主播呢 他說我還是邊哭邊打出來 等一下我們談談 其實在今天網路上 有非常非常多 對於這名張姓的女主播 有非常多負面的一些批評 然後當時也聽到說 前同事說 你反應過度了啦 這也沒辦法啦 小提大作等等的 所以呢 這名張姓主播發現 忍著不說 不會比較好 沒有人可以替你評斷說 你的不舒服 是不是小提大作 因為他們不是你 還有性騷擾這件事情呢 不是不可以在公開上討論 如果我們一再地 息事寧人 只是給這些性騷擾的罪犯呢 持續為所欲為的空間 後來他有一個Hashtag 叫MeToo啦 我再請教一下民情大哥 為什麼在昨天他要寫這一篇 他最後把他講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我想可能他最近也看到我們台灣也發生了很多 包括性騷擾 甚至性侵害相關的一些新聞 那當初他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大概發生完可能一個多禮拜 他有跟我談過 那我有跟他講說 其實像現在的話 你應該要勇敢地站出來 甚至請你的長官把那個錄影帶留下來 那可能去找這種律師啊 或者是這種性評的委員 來看看這段過程裡面 到底是不是有涉及性騷擾 但是後來他是沒有選擇說出來 所以他後來離職了 離開原來的這家公司 所以說 事實上這件事情 應該對他來講 他影響也滿大的 那至於為什麼會隱忍一年多都不講 我想大家看今天的討論就知道了 就是說你一定要把自己 包括你的私生活 包括你的家人 全部攤在公眾媒體的面前 讓大家討論 你是不是空金的啦 什麼你長這樣子 誰要騷擾 你就類似像這樣的話 一定會出來 所以他有被討論的壓力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他一定有職場上的壓力 我們講的長官 你的同事 那你在這個圈子裡面 還不能繼續生存 你會有一個 現實考量上的壓力 是 第三個 他也講說 他其實很不想回想這些事情 我們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雖然受到委屈了 要不然我們就當作這件事 沒發生過好了 你在心理上會 潛意識會這樣子催眠自己 這個是自己心理上的關卡 其實像這樣的關卡 會讓這些被害人 或者是自己覺得被騷擾的人 他可能 會沒有辦法把這件事情說出口 所以我們看很多性騷擾案件 隔了十幾二十年 還被爆出來的也有 所以說其實我們要去考慮到說 這個被害人 他心裡面上面 他為什麼會選擇在這個時間點 才說出來 很多人都質疑說 你當時不講 你現在才講 那是不是你有什麼 什麼特別的考量 還說你想紅 還是想要報復對方 怎樣 可是事實上 你去設身處理 為他來想 他自己能夠把這件事情說出來 不管是什麼時間點 其實他都需要非常大的勇氣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被指控的這名 理性求評 然後他其實今天在中午的時候 有些人在臉書上 想了一篇措詞還蠻嚴厲的 他然後在下午的時候 他又寫了一篇東西 然後呢 是對這名張姓的女主播道歉 不過他道歉的部分是 我們來看看 他最早是說 媒體在吵什麼 在想什麼 媒體你們這些什麼段數 什麼招式 我非常清楚 因為他以前也是當記者的 他說我是受害人 理當以受害人的身份 表達立場 然後在傍晚的時候 他寫了一篇說 有人指責我騷擾這件事情 他說女性在職場 尊重必須要被重視 他非常同情這樣的事情 如果忽略了張姓 女主播的這個感受 他無心冒犯 很抱歉 但如果是不時的指控 跟胡說八道 用來攻擊我 讓我變成受害人 我也無法容忍 你惹錯人了 我會強力捍衛我的尊嚴 但我不去計較 大家回去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 我也要努力工作養家 讓風波到此結束 不要再吵了 神祝福你 我先請教一下律師 我其實有看過那段影片 那如果你把那個影片 完整看完之後 其實你可以發現 這個求貧 他其實跟其他的男性的 這些球星也會有一些肢體上的一些碰觸 感覺是比較想說呈現比較樂弱 那些討論就是body body 這種感覺 所以他不是只有跟女主播 有肢體上的一些接觸 他跟其他的男性 也有這個動作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必須強調是說 這個畫面是被剪接過的 所以是不是有其他更多 更不堪的畫面 這個我們不曉得 因為還沒有出來 第三個我先請教一下律師 就是拜託導播讓我看一下這一張照片 這個動作很明顯 其實今天大家在網路上 都可以看到這一張照片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看說 其實有人開始在栓 這名女主播說 你放金的 你不會摸一摸 你也會摸啊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張 網路上就開始流傳說 你也會摸金到頭啊 你也可以摸 你不能讓摸的 那我先請教 如果我不知道那個在司法上 或是行政調查上 你們是如何去認定性騷擾 那個標準是什麼 好 在認定性騷擾案件喔 法律的規定是要去綜合 去做一個認定 也就是說你要綜合 當事人之間的關係 背景事實的一個狀況 來做一個認定 所以他要去統整說 當時候到底發生的 這些前因後果是什麼 他們彼此是不是手勢 但是我想要提出一個 一個重點喔 那個就是今天的理性求評 他在剛剛的那個說明裡面 他有提到說 他無心冒犯 是 我們有很多的行為人 在做相關的抗辯的時候 他會講說 他沒有性騷擾的意圖 但是我要提醒的是 包括這行為人 以及所有的這個大眾 你有沒有性騷擾意圖 其實目前在司法的評價上 他可能不是重點 他不會被認為說 你今天沒有性騷擾意圖 他就不會構成性騷擾 所以換言之 被害人的一個感受是重點 然後雙方的這個一個 他們當然過去的這些背景 也是要被考量進去的喔 我再提出來 另外一個在評斷上 如果你用一個白話一點 來講的話喔 我們會去談說 一個被害人 是不是合理的被害人 用白話來講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是一個女性 是這個主播的一個情況 在那個情境頂下 你被摸到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覺得是被性騷擾 如果你也覺得是 他就符合一般的一個經驗法則 他就是性騷擾 那就不是像剛剛的 剛剛所說的 可能有一些網友所提出來 這樣子一個言論說 是空金的 是空淫的 這個這個背後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是有點過度敏感 所以在性騷擾的一個評價上 他其實也不是說 你一旦說他不舒服 他就一定會成立 他會綜合評斷 但是我要說的 我要提醒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所有的人 在面對性騷擾案件 可能成立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一點 如果你沒有確認 你的行為 是被對方所喜歡的時候 寧願先去審視自己的行為 也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不確定說 在這樣情況底下 去摸他的一個手背 特別是剛剛所看到的 一個情況是他 他其實是穿一個背心的一個情形 他們摸的地方 其實也不一樣 如果你不確定說 我們今天可以有允許 做這樣的行為的話 我會認為說 其實今天所謂的行為人 或者是大眾 其實在做這樣子行為的時候 要特別的一個審慎的考量 我們先提醒幾點 是不是性騷擾 跟你是有意還是無意 這無關 是 完全是受害人 他的感受為主 是 你當然很可能說 說話就常常的腳來 手來這款的 我就是不構成 不是性騷擾的理由 沒辦法 有意無意呢 不構成 但完全是要看當事人 他的感受 可是當事人也不可能 隨便亂感受 比如說 譬如說 我從你旁邊經過 你就說我性騷擾 這個在常理 是不符合的 所以就變成 設身處地 異地而處 看說你是不是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有這種被騷擾的感受 所以我們回到這兩張照片 很多網友就開始酸他 你也可以摸 你不能摸 可是你要想 他是男生 性別在感受上 是差很多的 他是男生 而且呢 他是穿著Polo衫 放在他的衣服的肩膀上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我們來看看 他是女生 他是穿無肩 削肩的運動服 摸在他的上臂 肉上面 這感受當然會差 很多很多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律師 我們念人文社會 都一直在強調脈絡 你不太可能說 從一張照片 說這就是性騷擾 大概很難講 你可能是要診斷影片 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還有非常非常複雜 當時的情境 以及事前事後的 這些對話處理過程 我再請教一下 如果是剛 剛唱這張照片 我們可以 彈出什麼東西來嗎 還是我們必須 再看什麼東西 是 所以我剛剛其實 有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性騷擾案件 他在評價上 其實是綜合評價 被害人的感受 是一部分 背景 事情的事發經過 其實也是重點 例如像我們今天 所看到的 這是兩張照片 是 但他應該有一個 前後的一個主題 例如說女生在搭他的肩膀的同時 是他們在談論什麼樣的議題 他們是不是在討論說這樣子的一個球 要怎麼樣 球技或什麼的 他的這個因果關係 是不是可以導向這樣子行為 又如果說是回到這個畫面 當然我們有看到 他的前後的一個動作 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不會是一個合理的一個情況 是不是一個必要的情況 他是不是一定必須要這樣子做 你是不是有因果關係 是不是合理必要 你今天如果是一個 很突兀的一個情況 你讓對方嚇一跳 所以我要說的是 他是一個綜合判斷 那會不會在理解 認知上有很大的落差 也許對球評來講說 我們就討論的很熱烈 我們是這樣啊 所以你這樣碰一下 我碰一下 你在鏡頭上 畫面就是表示 這兩個關係很好 然後很熱烈 很活潑 但是對女方的感受 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那如果這時候 你跟男生講說 你不要卡來手來 是不是問題就解決了 那會不會說 其實球評也有一點冤枉說 他真的不知道 這個動作不能做 律師 我想我們在實務上 的確有些時候的 收到的這樣子的訊息 就是說 他是不是有一個 當下的拒絕 但是我要說 很多性騷擾 他發生的情況 他的太陽有很多 剛剛其實我還沒有機會 跟大家介紹性騷擾的太陽 性騷擾的太陽 有些是言辭 有些時候是行為 有些時候是像前陣子 某所講的過度的追求 是 你如果說 時序延續很長的話 那我或許有機會 跟你做拒絕 但是如果像剛剛 這樣的情況 他其實是一秒鐘 就發生了 或許是我們跳脫 職場上來看 你今天在陌生人的性騷擾 你在公共的一個 一個 運輸工具上 你被摸臀吸收 那其實就是一秒鐘的行為 所以我想 應該沒有辦法說 你又沒有拒絕這件事情 來當作說判定性騷擾 沒有成立的一個認定標準 那一年之後去揭發舉報 甚至是提起訴訟 在法律或法律 或者是行政上 都是有效率的 是 目前 這個案子我想喔 回到說 目前臺灣的法律規定 其實有一個 性別工作平等法 那性別工作平等法 他其實沒有提出申訴的一個時間 這個案子 我初步判斷是會回到 性別工作平等法 也就是說他有權力可以提出 但我覺得這個案子 其實我想要去談一個重點喔 我當然今天 大家會去聚焦說 這個 這個理性求憑 到底是不是有涉及到性騷擾 可是我更想要談一個東西 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被害人會遲疑的 提出性騷擾的申訴 剛剛有提到 為什麼會遲疑 今天因為雇主 回去應該去看 雇主是不是有提供一個 友善的環境 可以幫助受害人出來 至少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當然是從目前的新聞上面 所看到的喔 雇主 他的前雇主 有沒有盡到性騷擾的責任 我覺得有幾點可以談喔 第一個就是說 法律規定事情發生前 他要去訂一連串的措施 但是我大概從新聞裡面去看到 這個主播是說 當時候的公司 沒有性評單位 所以這個是可以討論的 所以據我所知 其實目前很多公司 是沒有設定這樣子的措施 換言之 他不曉得要對誰申訴 第二 你事情發生之後 你應該要採取立即有效的 糾正跟補救措施 這是法律名文說 你公司應該要這麼做的 所以今天回過頭來看說 這個當時候的公司 在當時候有沒有去做到 法律規定的要件 例如說 我看到這個女主播 她所說的 她說當時候的處理是怎樣 她說 她的主管告訴她說 可不可以影片 可不可以繼續放名 不舒服的 你剪掉 你剪掉 其他叫播 對 她問了這個公司上的問題 她提了第二件事說 你能不能繼續主持 這也是女生在 呃 後面是她覺得說 很沒辦法接受的 所以換言之 她其實做了 她有沒有做一些措施 是保護被害人 嗯哼 很像沒有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她甚至在後續的一個節目的安排上 她是讓這個所謂的這個理性 男士繼續在節目上跟她一起主持 如果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不過民主聰就是說 其實今天很多輿論或是網友的反應 其實讓大家去覺得蠻失望 蠻挫折的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就說 誰就是性騷擾 是 就是必須尊重更多司法跟行政調查 可是也不應該第一時間去指責受害人 你就是要炒新聞 你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愛鴻 啊你就空金 你就怎樣 你可以做別人就不能做等等的 今天一連串輿論的反應 對於主播來講 他的挫折是很深的 當然他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首先我還是要講一下 剛才這個影片的部分 因為大家有看到那個 他的敘述裡面 他說他當時是拍一個宣傳片 被摟腰被搭肩 然後後來公司又叫他繼續主持 剛才的這個 是後來又繼續主持的那一次摸肩 所以之前的那個影片 後來公司沒有上 就是他本人拒絕上這段影片 因為公司問他說 可不可以剪掉再上 後來他拒絕 所以那個宣傳影片沒有上 但是節目後來又叫他去主持 所以這個剛才大家截圖 這是第二次他被摸肩的時候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是第二次被摸肩 也就是他第一次拍宣傳片的時候 被被摟腰被摸肩嘛 然後公司問你說 你可不可以再繼續主持 他只好再去主持這一集 但這一集裡面 他又被摸了一次肩膀 所以剛才這個截圖裡面 其實是第二次 是那整個時序是這樣 那至於這個有沒有構成騷擾 當然還是像律師講 你可能要拿出那些證據 但是證據在公司的手上 那影片沒有播出來 那影片那些東西 當然是在公司的手上 是 是 對 那我講齁 其實我不認為這個求評 就是說你就是一定是 我要吃你豆腐 還是我對你什麼有意思 我一定要騷擾你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 不見得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沒有意識的更可怕 有意識的性騷擾 我們很明顯看到 你這個人就是壞人 我們就來給你出力對不對 我們就來處理 譬如說那個張型攝影 對 像那個另外一個攝影師 每天就摸人家的頭髮 這個就很明顯 可是像這個求評界的這個前輩 他可能覺得 我就是長輩 我們看到這些小老弟 小妹妹 來來來來 他顯示他的權威 顯示他的資深 顯示他的輩分 可是他在無意中騷擾了別人 可是他不覺得這是一個錯誤 因為你沒有顧及到 那個人的感受 那我們不知道這段期間 他拍了多少人的肩膀 摟了多少人的腰 可是也許他一直認為是善意的 我覺得不知道自己涉及性騷擾 是現在這個社會 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是我們沒有辦法發現問題 甚至我們看到有人被性騷擾 我們也不會講話 是因為我們也以為他不是性騷擾 可是那個當事人卻受到傷害了 那這種傷害一再發生的話 是我們這個社會 對於性騷擾這個問題的認識不夠 是 他的誤區太多 所以其實扭正這個風氣是最重要的 我剛才講這個公司的處理 如果第一時間可以馬上跟這個球評反映 球評來道歉 不好意思我以後不會這樣的 球評是不是也改進 以後他不會再騷擾到別人 是 那這個主播的心情 是不是也得到回復 那這件事情會有更好的一個圓滿的解決 某種程度是被騷擾的人 更大的傷害是旁邊那些人的反應 還有公司職場學校的處理態度跟機制 不過我們來看看 包括性侵 包括強制猥褻都是公訴罪 可是性騷擾是告訴乃倫 所以受害人不告 那檢察官就不會受理 這是一個 所以應不應該去告這個 所謂的性騷擾的 這個刑法的罪責 再來是說 如果是在職場 這個整個行政的處理 我們來看看 其實工作場所 性騷擾防治措施 也有一定的規矩 就包括說 你要保密這些申訴 不管是延遲或書面提出 你要有一個委員會的組成 然後你有懲處跟後續的處理機制 我再請教一下律師 在一年前 如果他那間公司怎麼做 就可以比較保護這名主播 好 我們回到 這個電腦裡面所 秀出來的這個畫面 雇主剛剛所提到 他有兩個作為義務 一個在事前 他要定防範措施 我們這邊所講到 是已經發生之後的處理流程 所以事先 你應該有管道 你要告訴公司裡面的人說 你發生了性騷擾案件 你可以打哪個電話 你可以弄哪一個申訴專線 你可以找誰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也非常便利 都有範本可以做 我們進入到流程裡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其實還是聚焦在哪裡 提出申訴管道之後的一個處理 跟第三個懲戒 懲戒 我們講白話來說 就是去調查個案 那我先來講 這調查個案 你應該要怎麼樣謹慎的處理 你可能要給當事人一個 適度的一個提出來的方法 延遲提出可以 書面提出也可以 你要組成委員會 你可以要求專家進來 例如像律師 但是我要談的是說 在職場性騷擾裡面 的雇主責任 其實除了剛剛所說的 一二三上半段之後 應該要特別注意的是 第四項 後續 第四項是我們在職場性騷擾裡面 去科與雇主 他其實最重要的一個義務 他其實有幾個要件 你就是說 這邊所講的喔 你必須要去做立即有效的一個補救措施 例如說 當時候如果發生了這樣子性騷擾案件 而他的主管知道了 或許他接下來應該要做的是 是不是有可能把這個所謂的一個理性的行為人 投憑 先把他 先停止調查 停止調查或者是說 避免他們在在後續的節目裡面 再共處一個地方 不應該在第一次發生之後 還讓他有第二次接觸機會 這個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錯誤 他沒有在第一時間採取有效的措施 他沒有保護被害人 但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看這名林主播 他是要離職之後 他才敢說 是 什麼意思呢 他如果在職的時候說出來 他很可能就沒工作 甚至他在這個行業裡面 就不要再生存了 是 怎麼解決 所以我要重申 其實公司有幾個可以做 第一個就是你要照顧被害人 你要以被害人的感受為重要程序 你要保護他 你要隔離他 跟加害人繼續接觸 第二你要有糾正措施 你對於加害人調查了之後 你要有適當的處理 降職 減薪 懲戒或處理 最主要是你公司 必須要宣示你對於幸福的感受 是 謝謝你收看 請寫出坐月子的座 日本有沒有坐月子啊 我現在... 終於聽不懂 不好意思 我現在... 方馬丁 你為什麼會坐月子啊 老婆坐過 好可愛 對 你舉的是台灣老婆 OK 一字千金 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行政游客大捷百萬 肯定被批評不如出國玩 夜市老街商區 特色欺騙於律 台灣觀光發展面臨瓶頸 地方政府主打特色景點 水晶教堂 天空之橋 才會社區到處出現 快張打卡 走馬看花 國民旅遊創下五年最差數量 台灣為何吸引不了國人在地旅行 周晚間八點能不開講 台灣有什麼好玩 這幅拼觀光 如何拼出台灣觀光情景 他是中國皇帝的三品大臣 是服務於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五十一年的宮廷畫師 也是用西方元素 構建了中國標誌建築圓明圓的外國設計師 這個人 叫朗沈寧 這個人 叫朗沈寧 他看見的塑膠維力佔據了整片海洋 無形中進入廣大的食物鏈 物食塑膠製品導致死亡的動物不計其數 科學家展開研究與調查 想尋找這些消失在海洋的塑膠維力 然而種種跡象都顯示 這個隱形的殺手正在影響生物生長 破壞棲地 危害人類健康 三月三十號 周五晚間十點 公式主題之夜 海洋的塑膠祕密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